5月23日晚 RNG夺棍的消息霸评热搜 但很少人知道 那个拿下决赛MVP 屡屡被说开挂 号称UZI接班人的ADC GALA到底是何许人也 GALA本名成为河北苍州人 18年走上职业道路 并把ID改为最喜欢的乐队名 初登LDL赛场 GALA就显现出了恐怖的天赋 用卡杀单局斩获惊人的16杀 吓得对手SDG赶紧把他买了过来 随后GALA带领SDG一路拿下14连胜 在决赛上以场军10杀2-5助攻的夸张数据 带队杀进了LPL 彼时这个长相憨厚却打法稳中带狠 喜欢用攻速ADC摇头走A的男孩 让无数人看见了UZI的影子 但没想到进入LPL后 大家很快就吃透了DMO的风格 不断抓下针对核心GALA 被抓的GALA屡次强行冲进敌营 肉身开团 随即先行暴毕 其他队员更像梦游一般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DMO 很快就成了联盟垫底 粉丝们气到怀疑有人假赛 举报DMO全队都是演员 还惊动联盟成立了调查小组 虽然最后证明了清白 但GALA还是失去信任 坐上了冷板凳 甚至被送出去交易时 连一个愿意买他的战队都找不到 失业在家的GALA陷入了绝境 眼看职业生涯就要结束时 一个颠覆他命运的机会出现了 仅仅两年时间 GALA就从被称为小UZI的天才少年 沦落到没战队收留 2020年夏季赛开打两周后 RNG找上失业在家的GALA 只因他够便宜 想买来当个替补 GALA一口答应 并将韩服ID改成追梦赤子心 准备重整旗鼓 只是他没料到 等待他的并不是充满鲜花的世界 彼时的RNG已沦为联盟三流劳队 而GALA到来后的第一场比赛 就遇上了如日中天的Fanplus 在第二剧中 GALA用招牌英雄卡莎自信追人 结果刚飞过去就死了 直接被Fanplus扭转了局势 网友一片哗然 就是重提 以后赛都没能杀进去 到了冬季得杯 上了全部主力的RNG 甚至连IG名不见经传的二队都没打过 在领先对面七天经济 先行控下大龙的情况下 全员失智 放弃到手的半血大龙跑去支援撕血小虎 结果被对面打出奇迹传命 一时间嘲讽谩骂 潮水般涌来 RNG的下路是UZI打出来的神域 作为ADC的GALA 更是首当其冲 成了大家发泄的对象 和UZI比差太多了 当RNG的射手 你配吗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正是这个男人用开挂般的操作 重回赛场 本以为禁了RNG就能好起来的GALA 在过去一年输掉了太多比赛 遭遇了太多失败 关于理想 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是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一直记得这句歌词的GALA 开始用令人窒息的强度比赛和训练 在其他ADC都打100来场排位时 GALA成了唯一一个 每月打300多场的疯子 面对采访GALA心酸地说 背锅我都不是很怕背锅 只是不想输 赢着冷眼和嘲笑 他选择继续跑下去 在跟EDC争夺败者组春爵门票时 GALA接连用闪现和金身 躲掉牛头控制 打出了被认为人类 不可能打出的极限反应 把一众解说的职业选手都看傻 在复仇翻破拉斯的决赛里 GALA再度上演翻盘好戏 在最关键的第三局拿出卡杀 配合九头的控制 打出极限五杀 袖翻全场 最终让一追三夺冠挺进MSI 到了MSI总决赛上 RNG跟DK战至一比一平 第三局眼看又要被韩国队 拖入自己的节奏 GALA的卡杀 果断站了出来 如刺客般忽生地点 DK与人群中 直取金克斯手机 为队伍拿下赛点 也让气势彻底倒向了RNG 时隔三年 RNG重回王座 GALA也用豪华的KDA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FMVP 从被踩在地底 骂到自闭 到战上巅峰 GALA一路走得太艰辛 但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 他不是第二个UZI 他就是他自己 和皇族一样 永不言气 我是老一条 带你看遍天下事